你應該想要什麼? 哈囉嗎? 你要是你的手機 好,我要分享 等一下,因為遠傳在這邊 搜尋你的Line 我要等他跑一下 怎麼看人數啊? 啊,等一下要出現 好,我要來分享 先分享 怎麼分享? 那邊可以分享 不知連接 哈囉,大家好,我是咪咪 我是咪咪 我先分享一下 直接分享就好了 應該沒有說了 好,大家趕快幫我分享 趕快幫我分享直播 我們就可以趕快開始今天的主題 幫我分享 我現在是在Wirgin天母店 然後我很喜歡 我都是在Wirgin天母店運動 因為我很喜歡這邊的環境 大家可以看就是這邊有一點 半室外的感覺 所以如果白天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像在室外運動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游泳池 大家看得到嗎? 所以我很喜歡Wirgin天母店的環境 好人夠了 那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主題就是 教大家如何練出肩挺的胸型 然後呢 今天就是Wirgin很貼心的幫大家準備了 五名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然後大家記得要留言說 我要到Wirgin斷練肩挺胸型 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教大家 怎麼樣訓練胸肌之前 我們要先問大家說 你們知道肌肉是怎麼成長的嗎? 肌肉的成長就是要靠 不停的破壞它 然後給它補充一樣 然後足夠的休息 肌肉就會慢慢慢慢的長大 然後所以呢 今天就來講我們 要鍛鍊的胸大肌的部分 胸大肌呢 就是從 胸骨這邊 然後長到 手臂 內側這邊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鍛鍊胸大肌 做胸推的時候 就是把胸大肌拉到最長 再縮到最短 然後這樣反覆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去破壞胸大肌 然後有效的達到肌力訓練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 就是等一下會回答 好 然後呢 就是所以呢 就是重量訓練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會利用鼓勵 把肌肉拉到最長 縮到最短 然後去破壞它 然後可是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我就是 我怎麼做胸推 我都是會感覺到 是我的手 沒有辦法去感覺到 我就是 呃 胸部肌肉的出力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你的姿勢錯誤了 所有的就是 健身過程當中 姿勢的正確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姿勢如果正確了 你才可以有效的 就是把你的肌肉拉到最長 縮到最短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呃 我們要請教練的原因 因為教練才可以幫我們看 我們的姿勢是否正確 呃 肌肉拉到最長 好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 今天要示範的兩個動作 就是 槓鈴臥推跟 雅鈴臥推的部分 然後今天的我要介紹就是 我的小幫手 號稱天母第一狀 我們的 Casper教練 嗨 大家好 我是Casper 他是今年的 Wordgenie 最佳教練 然後因為我在做動作的時候 就是躺著可能比較難講解 所以就由 Casper教練幫我們 講解動作 好 沒問題 OK 那首先我們要用這個 奧林匹克槓的部分 來去練習一下 仰臥推舉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先 做到這個 呃 臥 好 首先呢 咪咪選擇了一個 他非常喜歡的一個奧林匹克槓 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好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重製做 握推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是 比較難的一個部分 難的地方 是因為他需要 你的肌肉的穩定度 也需要你的一些 小肌肉群的穩定 才能夠完整的走向 直線的方向 所以那 一開始我們手握的位置呢 手握成90度 往上去延伸 往上去延伸 那 每顆奧林匹克槓上面 他其實都會有一個 這個是力環 這邊 他都會有一個力環 那一般人來講的話 呃 如果以標準的奧林匹克槓來講 可能通常都會是 小母子的地方 會握在力環上 那因為咪咪喜歡的這個力板子啊 他其實比較 縮短一點 所以他大概會是 中指的地方 對到線上 所以大概是中指的部分 中指的地方 對到線上 好 那一開始要起槓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讓你的肩帶做一個 後收下壓 也就是會變成抬頭挺胸的姿勢 所以我們先調整到咪咪的一個肩帶的部分 讓他做到後收下壓 把他的肩胛骨往後收 把肩胛骨往後收 然後再把他的肩帶跟鎖骨的部分 往下壓固定 固定住身體之後 腹部核心收緊 好 那我們現在來起槓 好 一開始起槓的時候 會彎在胸線的正上方 這時候你的手肘會是微彎的 手肘會是微彎的 因為很多人啊 他可能胸大肌跟這個手臂會比較沒力 他會想要用到肘關節去做一個鎖匙 去做這個Olympia槓的穩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先做到你的肩帶的固定 然後手肘微彎手腕打直 好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下來的時候吸氣 好 慢慢的下 好 停住 停住大概到手肘成90度的時候 利用你的胸大肌 往內收緊 手放鬆 往上推 吐氣 好 那我們做 補下 來吸 吸 好 OK 來 吐氣 往上推 好 在推的過程中 盡量是讓他走一個直線的方向 所以前臂都會垂直地面 前臂都會垂直地面 好 來吸氣一下 好 來 吐氣上 然後 好 來 二 下去 好 全程腹部都是穩定收緊的 然後再來 三 下去 好 停住之後 再往上推 好 三 來 三 好 往上 他推起來的過程中 他會利用他的肩帶 去做往前推舉 就會變成肩膀會往前跑 當這時候往前跑的時候 他的胸大肌會往內收 所收到的力量都是會在三角肌的前束上面 還有你的手臂的三頭肌 所以這時候你都練不到胸 完整的胸大肌用力是你必須要做到肩帶的後收下壓 好 我們再做兩個 好 來 下 可以 往上 OK 來 最後一下 好 停氣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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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們做奧林拼克槓的仰臥推舉的部分 好 那 現在咪咪要稍微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如何讓他的胸大肌去做一個發揮的動作 而且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會是肌肉的控制 還有肌肉的抓感覺 這個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都是 一妹的追求重量 就是我想要做很重 可是卻用到很多其他地方做介力 其實這都是錯誤的 那我們會讓咪咪來講解一下 他平常怎麼樣去訓練他的胸大肌的部分 OK 我覺得就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肩帶部位要全程都保持後縮 然後肩膀要下壓 就是肩胛骨的部分 你一定要就是全程都要感覺是貼緊back 像你看如果我今天的動作 我這樣推 我肩胛骨離開的話 那都是用手的力量在推 可是如果 你把你肩胛骨貼好 那你就是會用你胸大肌的力量去 可以嗎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比較簡單 初學者的去感覺你胸肌用力的小方法 就是你可以一隻手先去摸你的胸大肌 那女生的部分可能要稍微用力一點 因為就是上面有脂肪 然後你就去感覺 你哪一種動作 你的胸大肌會有轟轟的感覺 用力的時候會有轟轟的感覺 那要代表是你胸大肌有正確的用力 就是一開始真的重量不重要 你動手也可以試 重點是你就是要去感覺 你不是胸大肌的出力 然後不是手臂 這樣你就可以有效的是 把你的上胸 把你的胸部練緊實練挺 而不是只是手臂練狀而已 那就是麻煩大家幫我分享這個直播 多多分享 然後記得要在下面留言 就是來VIRGIN做練把胸部練檢挺 就可以抽出五名精美小禮物喔 大家不要錯過了推獎的機會 然後現在我們就來做 今天的第二個示範動作就是 啞鈴胸推 一樣就是請天母第一狀來幫我們示範 好 又回到天母第一狀 OK 好那 因為我們剛剛是使用奧林匹克槓 來做一個仰臥推舉的部分 好現在呢 我們就要用到這個啞鈴的部分 啞鈴的部分啊 它又比較困難一些了 它又比奧林匹克槓還更困難一些 因為 剛剛奧林匹克槓主要的是 會有一個左右的晃動 或是前後的搖晃 那只要你的腹部收緊 你的肌肉控制好 就比較不會去做到一個晃動 但啞鈴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很開放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360度的這個不穩定 所以它要增加身體的穩定性 跟小肌肉群要去參與 讓你走向一個直線 所以它又比奧林匹克槓還來的困難一些 好 那我們這樣 一面來示範一下 用啞鈴來做一個仰臥推舉 好 那我們一開始的話 啞鈴雙手持在這個腿的部分 利用身體的力量往後躺下去 手順勢的 將啞鈴置於這個 胸大肌的兩側 好 那像剛剛一樣 前臂必須推成地面 一樣 先調整你的肩帶式 後收下壓 穩定注意的 腹部收緊 好 強調一點 因為一般來說 你先往上推 這樣子 在一個最穩定的姿勢下面 去調整姿勢 好 一開始 後收下壓之後 強調一點 我們人體會有一個自然的人體工學 所以腰椎上面 你有一點點的幅度 差不多就是自己的一個手掌 就是OK的 但如果超過手掌的話 腰椎可能會用到太多的力量 所以如果發現腰椎會往上推太多 這時候你的腹部就必須要收緊 OK嗎 好 那調整好姿勢的時候 我們一樣做六下 好不好 來 往下 手直接往下 回到胸大肌的兩側 一樣是往上推的時候 往中間收緊 很好 再來 一樣全程 肩帶都要維持的 後收下壓的姿勢 好 上 再來 呼吸的調整 下去的時候 吸氣 上來 用力的時候 吐氣 全程的手 都是垂直於地面 垂直於地面 來上 好 上 再來 四 好 穩定住核心 穩定住肩帶 來 往內收 想像推到這個點 好 再來 往下放 吸氣 往上 往上 往中間 好 再兩個 來 吸氣 下 吐氣 上 把意識都集中在胸大肌上 想像你的每一寸的肌間圍 下去的時候 會從胸骨餅的地方 被拉開 往內收進來 收到最短 將兩個手臂往中間集中 好 最後一下 來 吸氣 停 在吐氣上 OK 那拿啞鈴下槓的時候 可以試著轉到正面來 然後收到身體 這個地方之後 再利用軀幹的位置 起來 OK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個用啞鈴做一個握推的姿勢 從啞槓一直到放槓 這樣子都會比較安全 也不會用到腰的力量 好 那接下來啊 就是因為啞鈴的部分它會比較難 所以 那明明來分享一下 平常用啞鈴做一個 兇推的一個分享 好不好 OK 好 我們感謝今天的那個 天母第一狀 但是 有人有什麼問題的嗎 因為 好啊好啊好啊 看不到 我剛剛看不到別人在打什麼啊 嗯 怎麼看到別人的留言嗎 就滑嗎 你也可以拿自己的手機 蛤 你的手機也可以拿手機 我也可以看 好 因為大家如果對 練怎麼練胸方面有問題的話 可以現在詢問 我來看一下 欸 我來看一下 其實平常就是做啞鈴或推的時候 一樣就是 一開始真的重量不要拿重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要把重量拿重 但是拿重真的就是不是重點 是你要先去保持你的肩胛骨是 呃 貼緊在分子上面 然後你的肩膀是下壓 因為很多人用力的時候就會習慣要送肩 就是你姿勢正確了 你自然就會用到比較多的胸大肌去處理 然後 對還有就是 意念很重要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每一次教練都會跟你說 你要意念啊 想像啊 我一開始也不懂說 是什麼意思 但是 就是 你去想像你 胸大肌用力是非常重要的 欸 怎麼看留言啊 看不到啊 真的看不到欸 好 這是 喔 喔 女生的槓長要用多長的 就是 其實就是 用一般的槓就可以啦 沒有限定要多長的啊 就是 一般的什麼奧林皮克槓 是因為 這根粉紅色是我自己的槓而已 然後 有控制飲食嗎 呃 呃 有喔 我有 我有 啊對 大家記得 我看大家都沒有在留言說 我要來VIRGIN 鍛鍊 艱挺胸型 這樣你們會錯過抽獎的機會喔 對 然後 我有在控制飲食嗎 有啊 就是 呃 平常就是 少油少鹽 然後 盡量不要去吃零食 不要喝飲料 然後 主要就是吃食物的原型 然後 一定要吃澱粉 但是就是盡量不要吃精緻澱粉 因為不吃澱粉的話 你沒有辦法長肌肉 很多人都會不吃澱粉 而且如果你 飲食控制 就是你還是要吃飽 可是就是 呃 就是吃健康的食物 因為如果你節食 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我練胸胸不會變小的原因 是因為 你節食了 而不是因為你 練胸 所以胸部變小 可以練到下胸肌嗎 下胸肌的話 就是 有一台專門練下胸肌的機器 但是今天 不是 感覺這樣用不到胸肌的肌肉 是為什麼 外食者應該要 大家快點留言 快點留言 把握抽獎機會 外食應該要怎麼吃 呃 其實 不是說不能吃外食 比較建議大家 自己帶便當的原因 是因為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外食 就是 比較主要是 比如說像義大利麵啊 還是 什麼炒飯啊 炒麵啊 這種就是比較偏向於 澱粉為主 然後反而是 肉類跟蔬菜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要外食的話 就是盡量選擇 蛋白質跟蔬菜比例高 然後澱粉比例少的食物 好 然後就是跟大家做一個 下禮拜的直播預告 下禮拜呢 是 5月29號 端午節嗎 端午節是禮拜幾日 端午節是禮拜二號 5月29號的晚上 Roxy教練教你練出 A4小蠻腰 然後今天就是 就是 對 大家快點喔 剩最後幾分鐘了 趕快踴躍留言 就是我要 來VIRGIN練出 肩挺胸型 好 就是謝謝 今天大家收看VIRGIN的直播 然後就是也很感謝VIRGIN給我這個機會 我叫做咪咪 然後也希望大家來follow我的粉絲團 就是咪咪愛運動 跟我一起 呃 努力運動迎接 夏日 然後就這樣嗎 哈哈哈 掰掰 結束了嗎 20分鐘了嗎